今天是Facebook Live下午 趁现在有短短的时间 又在等待顾客来到我们的公司 为他看八字 所以就赶快赶紧的跟大家分享 2023生肖属龙运势一点通 在这边先说 我们在分享生肖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参考极星跟凶星 我们今天的参考是 依照不同年份生肖的龙 来看待他们的运势 到底会在新的一年2023 究竟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今年 2023年生肖属龙的朋友 今天我们把它叫做亥太岁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这个叫亥太岁到底象征什么 其实这种亥 对生肖属龙的来讲 会在这一年可能会进入 我们说三样的影响力 三种影响力 第一我们说这个亥要不就是人世的亥 要不就是物品的亥 物品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物品代表什么 物品的意思就是 凡事是物质的 你的双手可以触碰到的 可以拿得到的 可以享用的 所以物品可以是车 可以是屋子 可以是衣服 可以是你的名声地位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物品 那下一个呢 第三个我们叫做意 意是什么 我们的人的思维 意念 所以这种我们先说亥太岁 对生肖属龙的朋友 在这一年呢 有这个可能性会 有这种分离 分开 伤害 那伤害一般我们说就是小人当道 人世的纠纷 所以我们说人的这个环境中呢 自然会有一点点的摩擦 对生肖属龙的朋友 那再看这个亥太岁的影响力 它本就是一种我们说要舍弃 所以叫伤害 那舍弃什么 有可能要舍弃物品 有可能我很喜欢这个啊 这样东西啊 那因为 因为今年遇到了这个亥太岁 导致说 这个东西我必须要牺牲 才可以完成成就更大的另外一件事 然后我们说下一个就是意念 意念就是有可能是我的观念 我必须要舍弃 这就是今年生肖属龙的朋友呢 多半会遇到的 我们称之为太太岁 今年的这个太岁啊 跟龙就是有这样的关系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 这边呢 以上有1940 1952 1964 1976 1988 2000年 2012年 以上这些年份都是龙 都是生肖属龙的朋友 我们先来观看1940 还有2000年的朋友 为什么要观看他们呢 因为他们的尾数是零嘛 零的五行代表金 那今年跟这个太岁 水 我们金水为相生 所以凡事也是1940年出生 还有2000年出生的生肖属龙的朋友呢 在这一年呢 我们叫做顺从伤害 顺从伤害是什么意思 金水相生嘛 就是已经知道这个东西 我必须要放开 舍弃 我会顺着 如果我们说顺着去 其实反而不是一场凶 反而就是会让自己更好 但有时候意念 看到我们说意念 还是没有办法放下 有的时候我们说 我很喜欢这辆车 但在这一年呢 我必须要牺牲 把它卖掉了 可是卖的时候呢 天天都在想 一直在想 有可能你进入一段恋情 尤其2000年出生的朋友 可能刚刚进入一个恋情 在这一年如果有这种分离 就是失恋了 那么天天会什么 挂念 所以挂念会使得那个人呢 非常辛苦 如果在这个意念方面 也可以同时一起舍弃 有可能日子 会过得比较好 这1940跟2000年的朋友呢 在这一年呢我们说 那个只要人世啊 出现一点摩擦 如果我们可以在物质上看得开 意念上看得开 其实他的运还算是不错的 这是给1940还有2000年出生的 龙年朋友 下一个我们来看 1952年 那看我们1952跟2012 因为他们的岁数稍微比较偏差 但是这个先看一下1952跟2012 他的天干都是以人水为主 那以这个太岁呢 也是水 只是一个阴水 另外一个是阳水 相同的都是水 那我们简单说 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说进入这个2023年是真正的伤害 江同的伤害 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偏向于观念 自己喜欢的 一定会来的 我们说今年就是一定要舍弃 但是还不至于说那么辛苦 1952还有2012 这个还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1964年 1964年也不错 可能我属龙 你听很多人说 哇龙犯太岁糟糕了 1964年不用担心了 1964年呢 他的天干是假木 木得以2023年的这个水 而相生 我们说虽然犯到太岁 但是呢 勉强还会得到一点辅助相助 所以说太岁还是会照顾一点点 所以这种痛 在2023年 比较不会那么大 下一个我们观看 1976年 1976年 这个要非常注意了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 1976年的 你要分享这个视频 让他听一听 1976年呢 我们叫丙城年 他出生于丙城年 天干属火 2023年呢 见到了水 这个叫做太岁上门 太岁上门来做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 这个1976年的朋友 稍微关注一点 因为在这一年呢 是太岁上门来找你 找你说什么 不知道 就要看整体的这个八字 在这一年呢 是带喜事 还是带凶事 如果你本身八字天上的那把火 是你需要的 那遇到了这个鬼卯年来对冲的时候呢 有可能这个太岁来敲门 未必是一件好事 有可能反而就是一场 我们说的惊心 就是非常惊吓的 那如果今年呢 你的八字里面的这个丙火 是你不需要的 我们称之为祭神 那在这一年的太岁 如果来灭他的时候呢 反而太岁来敲门 是来报喜的 所以你看 一个克 我们不可以直接说 是急还是凶 必须要考察八字 所以我会对1976年的朋友来说 可以看一看你自己的八字 分析一下 那有可能在今年如果 反而是好事 那太岁来敲门的时候 我就做好准备 迎接他敲门 一敲我就赶快开门 意思就是说 一旦有变动 有东西要放 这个舍弃 那是好的 因为开头我不是说吗 要舍弃人啊 物品啊 或者是意念嘛 这三样其中一样嘛 或者是三个都需要 如果清楚在八字里面呢 在这一年如果我们可以放下 要快速的放下 你反而会看得到好的一些成绩啊 在这个2023年可能会更加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讲1988年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 年份的生肖属龙的朋友 1988年呢 他的这个天上是雾土 那这个土跟水也是相克 可是因为1988的这个土跟太岁 有相合 太又合 哇 这个是真正的我们说的 应或后得福 应该这么说 应或后得福 反而其实真正来讲 1976跟1988才是真正的泛道太岁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五行跟太岁都有对克 都有对克的问题 可是1988的呢 反而是克后转和 所谓的就是先胸后级的一种现象 不打不相识 打打一下认识一下 沟通起来反而变好朋友 所以对于这个1988年的呢 我倒觉得说 他的运 先会看到一点苦 后面会陆陆续续 想到一种方法怎么去对峙 想到一种方式怎么去迎接 寻找变化 这个都是在2023年给生肖所有属龙的朋友 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在想 哎呀我都犯太岁了 哪怕 不管我是哪一个年 我都是犯太岁嘛 那在这一刻呢 我们通常会建议 我们建议给所有属龙的朋友 供上这个释迦 这个要施 要施佛登还有黄彩神灯 为什么要施佛登呢 因为要施佛登象征于健康 黄彩神赐予我们 不只是智慧跟财富 我们需要用大智慧去 去想一下 面临现在我失去的东西 我要怎么再去拥有更大的 所以我们要有大智慧 有的时候我们讲 舍一个小的 后他的利益会更大 比如说 我很喜欢这辆车嘛 然后把车卖掉 然后为了买屋子 那我买了屋子 可能每天都在想念那辆车 突然间我的屋子啊 它的价钱升得很快 我屋子也卖了 卖了赚了一点钱 买回一间小屋子 然后又同时可以买回以前的车 身上又有钱 那这种就是我们讲的 有时候先施小后获利 所以生肖鼠龙的朋友呢 我会建议在这一年里面的 你可以供一年的这个药师佛灯 药师佛灯 庇佑着平安出路 平安身心健康 因为属龙的会 今年会失去三样东西 人事物品还有意念 那希望借此这个人事啊 希望不要牺牲的是自身自己的健康 所以借这个消灾元寿药师佛的力量呢 为所有生肖鼠龙的朋友 供上一盏灯 一年98块 为他们做上整年的保佑平安 其实只要是有犯态税 我们都会建议 因为消灾元寿药师佛灯是我师父 在那时候 我们在2017年 就开始为大家供上这个药师佛灯了 所以这个药师佛灯呢 这么多年来 为所有犯态税的朋友 供药师佛灯都是最好的 只是今年这个生肖鼠龙呢 我会特别多建议这个黄财神灯 毕竟黄财神赐予我们财富智慧啊 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护法神 所以说供养佛灯 为自己增福报 也圆满我们一年供养三宝的其中一个 也就是供佛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理想的啊 所以今天快速在这边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2023年运势一点通 我们先说完了生肖鼠龙 多关注 关注我们耶稣风水在这几天 陆陆续续 可能会跟大家分享八字啊 分享风水啊 说不定就是比较多 分享这个2023年的运势 我们还有明天可以的话 分享生肖鼠蛇的朋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感恩你们的支持 希望你们看到这个视频 喜欢的话点个赞 然后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这样子呢我们有视频的时候 你立刻可以得到那些通知 那当然少不了多多支持我们的话 也分享我们的视频感恩大家 谢谢你们 大家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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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